接下来呢 除了希腊字母以外 键盘也是个问题 是谁的声音啊 要不要关掉一下 再看赛德克巴莱 糟糕了 你的东西会被广播出去 你会被抓去关 接下来键盘符号的念法 键盘符号的念法 这个符号念Amazon 他是N的符号嘛 那新号Asterisk 好像是吧 这个小老鼠叫at 通常我们叫at at sign 这个斜线backslash 那这个 脚括号 open bracket 然后 这个上 上的符号 是colored 结束的脚括号 close bracket 然后开始的 原括号 open parentheses close parentheses 两点 color 然后dote comma 然后前字号 dollar sign 然后中间线 double dash ok 这样记也是蛮好记的 然后这个点点点 应该是怎么念 应该是怎么念 ellipsis 我照拼应该是这样 那 这单一单引号single quote 双引号就quote 你这样double quote 应该可以 等于equal 加plus plus sign 好 这一个 叫什么 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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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ion 是不是 说真的 念的应该不是很准 esca mation point 好 来 大于greater land 这个比较会 小于less land 然后 警字号 pound sign 可是好像也有人念sharp 对不对 c sharp 对 警字号 问号 question mark 然后点 period 然后 这个分号 semicolon 然后 那个横线 这个是短的 短的是hyphen 然后长的是dash 那有时候短的 我们也念dash 我发现有很多人是这样念 那 底线 underscore 然后 然后 这个 恒线vertical bar 然后 大括号 open press 结束的 close press 然后 这个 百分比 percent 那 斜线 slash 刚刚那个有一个斜线 对不对 还记得是什么 刚刚的斜线 backslash 所以他们认为这一项是正的 这一项是反的 他微软是用反的 linux是用正的 好 那接下来 两 双斜线 就是double stage 然后 这个 重重符号 你看 叫tilt 好 那 这是 键盘的一些符号 接下来 数学的符号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aproximately equal to 就是趋近 趋近 那 我们在写数学式的时候 像我在wikidot里面写 我们会用一种叫lattes的写法 那 或者是你写论文用lattes就会写 那你写这个东西 他就会帮你转成这个符号 所以当你写数学符号的时候 如果用lattes就会有这个 这个功能 那这个三个 三个等于是什么 全等 equival tool 那 这个 这边开的是proportional tool 这里我写了两次 两次 好 再来 无限大 infinite infinity 如果是名词变infinity 然后呢 x趋近于a xapproach approaches a 那 但是在 那个 数学符号的写法 那个lattes上面是s right arrow 左键号 那 limit s 居近于 a 然后 fx 我们可以这样写 那 这个是lattes的写法 你会发现 lattes 可以写出非常非常复杂的数学符号 这只是很单纯的 那这个在上面加一个 加一个这个角瓜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在 在 这个字怎么念 这个是sita吗 sita 嗯 在上面看到 诶 有吧 应该有sita 对啦sita sita 上面加一个 帽子 所以叫hat hat sita 所以当我们 在统计里面有很多 会用到这样的 符号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他的英文是会念的 那不然的话你真的 真的碰到英文的时候 我们往往不会念这种希腊字母 罗马字母 会很麻烦 好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啊 考试有可能会考 有可能会考 谢谢 要闻这么思论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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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可以儿子 可以儿子 来 那 好 好 来 这 我